这是乔丹拿命去打的一场比赛 左侯 打脸 包夹 乔丹被虐惨了 1989年东部决赛 乔丹本可以提前封神 却倒在了他们的脚下 活塞坏孩子军团 一位接球就把乔丹困住 不让他投篮 走边路就用肘部推他 不让他到底线 打底线就把他直接干倒 只要一踏进禁区就动手打他 这就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乔丹法则 这群毫无底线的恶汉 用肮脏粗暴的乔丹法则 击碎了神的冠军梦 时至今日 乔丹都还带着巨大的恨意 89年的东部决赛 活塞击败了乔丹的公牛 又一进沙界的总决赛 而总决赛的对手 依旧是那强大如山的紫金王朝 世人都以为历史会重演 胡人将会再次加冕 可他们全都想错了 谁都没想到总决赛刚打响 那不可一世的胡人军团就溃散了 第一战 第二战 第三战 胡人连战连败连丢三成 纵然强如魔术师约翰逊 也无力扭转乾坤 总比分4比0 胡人败了 强大如山的紫金王朝轰然倒塌 一个时代结束了 绿军王朝 紫金王朝 这群诗人眼中的恶汉 用逆天的防守终结了两大王朝 战上了众神之巅 1957年的一场暴动 让底特律四分五裂 22年后 一群篮球场上的恶汉 让这座城市得以重新凝聚 底特律活塞疯狂的庆祝 却万万没有想到 NBA的一项决定 险些将他们置于此地 奥兰多魔术 迷尼苏达森林郎 两只新加入联盟的球队 举行了扩大选秀 要从其他的球队挑选队员 按照NBA联盟的规定 每只球队只能保护8名球员 这对于活塞来说是致命的 他们只有10名球员 少了谁都是不小的打击 最终坏孩子军团的 李克马虹被森林郎选中 不得不远走明尼苏达 失去了第一打手李克马虹 活塞迎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 威慑之力大不如前 当世人都觉得坏孩子军团 要覆灭时 一个并不受瞩目的男人 站了出来 彼时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 未来整个联盟的走势 会因为这个男人的出现 而彻底的天翻地覆 他是鹦鹉花道 是蓝板之神 是乔丹风神的左膀右臂 谁又能想到这么一个神 起初也只是个小人物呢 当坏孩子军团失去了第一打手 全队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这个神站了出来 丹尼斯·罗德曼 一个不起眼的第六人 凭什么力挽狂澜啊 当世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他却用逆天的防守 惊艳了所有人 26场比赛赢足25场 罗德曼用自己不要命的防守 硬生生地将活塞 拉回了东部冠军 也就是在这个赛季 罗德曼被评为了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彼时的东部啊 那个一心想要复仇的神 同样对总冠军势在必得 这一年的东部决赛 依旧是素敌之间的对决 然而不同的是 乔丹法则失效了 因为又有一个大神崛起了 斯科蒂皮鹏 这个公牛的二当家 已经成长到了可怕的地步 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 公牛硬是凭着乔丹和皮鹏 将比赛逼近了抢期 然而这场生死战 意外却发生了 皮鹏发了偏头痛 视力模糊 战力全无 纵然乔丹拼尽了全力 也终究抵挡坏孩子的步伐 东牛又输了 连续三年倒在了坏孩子军团的脚下 成了他人的垫脚石 和以往的几年总决赛不同 随着两大王朝的倒塌 新的势力崛起了 波特兰开拓者 一支活塞克场 17年都没有赢过的球队 当开拓者在底特律拿下了一城 手握主场优势的时候 世人都仿佛遇见了结果 活塞队是误定了 然而随着第三战的打响 那道17年的魔咒却失效了 坏孩子军团凭借着狡猾的对抗 让开拓者陷入到了犯规困境 这一战托马斯犹如天神下凡 生生压制了开拓者 都回了领先的优势 总比分4比1 活塞只用了无偿比赛 就收拾了开拓者 捧起了总冠军的奖杯 彼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群对抗全世界的恶汉 会又一次的未免 战上了神志巅峰 活塞距离三连贯的王朝只差一步 正当坏孩子军团要一股作气 创造不是神话的时候 那个篮球界的神真正的崛起了 他是世人眼中的神 却以最憋屈的方式 被碾压了整整三年 为了复仇 为了登顶夺冠 乔丹开始拼了命的训练 从91公斤增重到97.5公斤 乔丹完成了几乎疯狂的增肌 他要在身体力量上 和那群恶汉对抗 91年的赛场上批蓬崛起了 这一次的东部对决 活塞再也挡不住他们了 就算主帅查克力拼命的大喊 要防死乔丹 见到血也无济于事了 面对蝉食的三角进攻 和两位大臣的疯狂冲击 动然是臭名昭著的乔丹 法则也完全失了笑 年龄 伤病 疲惫不堪 坏孩子们累了 总决赛的第一战 活塞就被冲滑了 接下来的第二战 第三战 公牛一路横扫 连战连胜 乔丹更是在赛后放出了狠话 要为全联盟拔掉这颗毒柳 总决赛的第四战 活塞被打得溃不成军 完全失了斗志 比赛还没打完 坏孩子们就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球场 手都不愿意握 他们终究还是在 三连贯的王朝霸业下 轰然倒塌了 三年碾压 两年冠军 看着新王登基 这群世人眼中的恶汉 又怎能金甘情愿地俯首称臣 或许这样的退场 才是对时代最好的告慰 一时间那支人人喊打的 坏孩子军团又一次被推到了 风口浪尖 成了重视之地 那一年 坏孩子军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那一年 篮球之神乔丹踏上了风神之路 来年的夏天 当孟之队震撼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 以色亚托马斯却离开了球队 留给世人的 只有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幕 在那个群魔乱舞的年代 如果没有大鸟伯德的事迹想断 没有对胡人石微笑刺客的受伤 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空气犯规 或许他们还有机会 打下四连贯的逆天神话 尽管他们脏得彻底 不择手段 但不可否认 他们书写了不朽传奇 他们都是最伟大的战士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活塞坏孩子军团